大家好2021年4月7日第一部视频 法国前城市事业部部长 也就是内阁成员 叫塔皮 塔皮部长呢退休了住在一所大庄园里 结果呢 这个叫做布勒伊末房的这个庄园 晚上进了贼 几名窃贼从一楼的这个窗户 还有报道呢 说是从这个天窗 反正甭管哪个窗户了 绕开保安的视线 通过这几个窗户进到室内 将这个老夫妇 70多岁的老夫妇 这个绑在了椅子上 威逼他们交出家里的财产 发现了保险箱 然后呢就让他们说出密码 这个老头可能挺硬啊 就是没说 然后呢就受到了这种殴打 老太太被打得最狠 以为老太太可能是多打一打 可能就能把这个密码说出来 结果夫妻两个谁也没说 最后呢 窃贼们翻了半天 也没有找到什么梦想中的珠宝啊 等等 结果呢只找到了一块牢力士 手表 还有手镯 耳环和一枚戒指 收获并不大 要知道这是四名窃贼过来的 而且要绕过宝安 进入大庄园 所以呢就没打算 这个收获太小离开 但是呢这些收获呢 对他们来讲好像是挺少 所以呢非常生气 就将夫妻俩又痛打了一顿 然后拿这个电线绑在了椅子上 然后逃离的 老太太后来这个想办法把那个捆绑的绳子给弄松 把老头也放出来 然后去报的警 这个老爷子呢 今年呢是我看是多少岁啊 78岁了 原来呢是法国部长 同时呢 还有一个更显赫的一个身份 大家更能了解 什么呢 就是曾经是阿迪达斯的老板 这个老头呢 他原来啊 就是做生意 同时呢也从政 做生意的时候呢 他有一个特长 就是专门收购一些濒临倒闭的公司 在法国这种情况很多 有很多这种公司啊 就一直从事精良的产品设计 或者是生产 但是呢可能经营不利 陷于困境 并不是产品不好 而阿迪达斯呢 原来就是法国品牌 就是被这个老爷子塔皮 给收购过来 然后起死回生 然后又高价转卖出去 大赚了一笔 这就是享誉全球的体育用品 阿迪达斯 阿迪达斯呢 就是经过塔皮的手 才获得了这种全球体育用品的 这个地位 同时呢 他还这个担任过密特朗 时期的这个城市事务部部长 不过呢 有点可惜 在97年 他为因为贪污 税务欺诈和滥用公司资产 被判有罪 还在监狱里待了五个月 出狱以后呢 他被禁止在从政了 为什么呢 因为有这种污点了 这个禁止在参加公务员 这个考试 或者是这个医院考试 竞选 也就是没法从政了 出狱之后呢 就是老爷子过什么生活呢 就是丰富多彩的生活 涉及到娱乐圈 还演过戏 做过电台主持 演过电视剧 还自己录制过唱片 因为一生丰富多彩嘛 美国电影公司 还给他制度 做了一部纪录片 叫帕纳德 塔皮是谁 现在我们 没有看过这个纪录片 但是因为他家里 金切贼这个事情 真正的了解了 这个塔皮是谁了 这个老爷子 原来是阿迪达斯的 这个重要的 起死回生的 这么一个金手指 把这个小新闻 给大家报一下 拜拜